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平面鏡成像 鏡子中的像屬於何者 應該是正立的虛像 比如說 我現在有一個物體 點光也在這裡 眼睛這樣看 那這個物體 它發出一道光纜 射到你的眼睛 再發出另外一道光纜 射到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會以為這兩道光從哪裡來 從這裡來 那這個就是它的虛像 現在的話 我現在把這個什麼 把這一點慢慢延伸 一點一點補起來 一點一點補起來的話 它的像的話 就這一點的像 就這一點像在這裡 下一點的像 就在這裡 下一點的像就在這裡 那假設是一支筆 一支筆的話 你這樣畫的話 它的像就這樣畫 那如果是箭頭的話 那它也是箭頭 不過 這如果箭頭這樣畫的話 它就必須這樣畫 所以它是個正立的虛像 正立的虛像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V啦 正立的虛像 從這裡 我來給大家看看 是一支筆的 有些筆 不是一支筆的